简称新台币的新台湾壁画队 从2010年发起盖白屋计划 他们带艺术家下乡 跑遍台湾各地区画壁画 直到计划落幕 总共集结将近300位艺术家 他们也前进日本 在海啸灾区跟当地的居民 一起参与灾区重振的工作 为了梳理这项长达5年的壁画运动 他们最近在关渡美术馆举办展览 完整呈现他们这些年的足迹 美术馆天花板上悬挂起一件件画作 木头行架结构上 点起了浓浓台湾味的霓虹灯 新台湾壁画队耗时5年走遍各地 现在他们走进了美术馆 新台湾壁画队 我们把它称为叫新台壁 它不是只是画 所以它有很多包括其他的部分 因为它很复杂 那因为它很特别 那因为它很活泼 所以我把它取名叫做 赤焰 恰牙用台语讲 游击因为我们到处去画 然后艺术交培 这个交培就是狗贵 交朋友的意思 但是它又有一种足久论英雄 然后足久论意 这样子的内容 2010年开始的这场艺术行动 邀请艺术家回归手工作画 走出工作室进入社区 感受发现艺术存在的另一种空间 新台湾壁画队发起人李俊贤李俊阳 与策展人 商玉芳 蒋耀贤 从高雄九亚陶堂场出发 盖白屋计划走遍台湾东西南北 和台湾的内地南投 其中有很久没有拿起画笔的吴天章 和台北市立美术馆馆长林平的画作 有一个老虎尾巴的虎背 这个就是吴天章的作品 吴天章和这次代表我们 威尼斯双年展的台湾馆 唯一一位艺术家 他很久没有画画了 他都是用影像 可是呢 他为什么画虎尾 因为我们到虎尾去画了 林平老师呢 就是他到普利子教堂的那一场 他去画 所以他就画了南投的山水 那很特别的是 他画这个的时候 他其实他说 已经有二十多年就是没有开 把那个笔开封了 所以他很久没有画画 就画了这么一件 艺术家跟着团队在户外 搭起屋架攀墙作画 不论是大太阳还是下雨天 一样得画下去 但每个人都画得很过瘾 这个就小的时候 知道画墙的一样 快感就是这样 都会有过来这一样 然后就会全身是他搭 他在里面感到 他会很过瘾 因为有零零 零零尽致的感觉 好久没有画那么大的画 除了在台湾创作 2012年新台湾壁画队 也将计划带往国际 除了在意大利威尼斯展出外 他们前进受到海啸冲击的 日本石卷士 并在2013年完全为期一年的 艺术A班计划 然后就是积木让我觉得比较感动的是 还蛮多小孩子有来互动 他们所建构出来的城市会比较是向上堆积的 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可能房子要盖得高一点 会比较安全的感觉 就是我所参与这个计划的一种很自觉所感受到的 然后替他们作为一种心理上面创伤的一种抚平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伟大的 那画了一个妈祖 画了一个港口 从海外进来 他就有一种对于当地死去人民的一种 一种哀悼 甚至于是一种守护 2014年举办落幕展的盖白屋计划 累计集结国内外近300位艺术家 近500名志工 面对这项庞大计划回顾展策展人李思贤说 不想让他在美术馆里只是一场画展 那因为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们认为就是不是一个艺术活动而已 而是一种文化的运动 上百会的艺术家 他们其实所做的事情是 自盗腰包 然后牺牲奉献 那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深度去了解到这些部分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很值得尊敬 所以我就把那个壁画放到上面 你放到上面 谁什么时候会仰望 就是你面对到一个崇高感的时候 你会仰望 所以我希望观众去仰望这些壁画 就是给予他们一种致敬 李思贤用天顶壁画挑战展览空间 也因为要表达的项目太多 他延续手感精神 将文件直接书写上墙 新台湾标队从后到尾它就是在体现一种身体性的手绘感 所以我们就用书写的方式 写的不好 没有关系 没有好不好 它就是一个手感 手感在今天这么工业跟这么科技 这么电脑发达的年代 手书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李思贤在筹划过程中注意到 五年来作品相对多而完整的艺术家张新批 他在充满符号与会的画作里表达了对社会议题的关心 像这张的火车 它就是在这个虎尾的这个堂场 那堂场不是都火车吗 所以那这样子的一个铁道文化的东西 在此之前是很多都废弃了 那所以他就用了一个火车 要冲向现代 然后这里面有一些布袋系的这个 这个偶系的头 这里面你说它只是画一个风景吗 那不是它其实有一种对于文化跟历史的一种回溯跟批判 新台湾壁画队 艺术家重拾绘画乡土的热情 也走出国境 用原生的艺术能量 热情拥抱世界和自己的文化